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新疆棉花的事情 这里是公共场所 所以我声音小声一点 如果你经常跑步的话 都见过我背后这个牌子 Asics 中文在大陆翻译叫亚瑟士 昨天亚瑟士官方的微博发了一条声明 说我们是支持使用新疆棉花 然后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次的很多跨国的企业 像耐克 H&M 包括Asics 还有很多代言 为这些品牌做代言的人 在这次的新疆棉花这个事情里面所处的位置 以及他们能做出哪些选择 刚才我说了 Asics今天的事情起了变化了 具体是什么呢 就在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 Asics它应该是个日本企业 它总部在日本 在日本的总部紧急开了一个会 会后给出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Asics 那个就是中国Asics的微博 是由中国地区的办公室人发出来的 没有经过总部的批准 没有跟总部商量 当然他也没有说他们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但反正还是表明一个Asics是支持抵制新疆棉花 或者说是支持使用干净的棉花的 另外他还特别提了一点 就是说Asics为澳大利亚的是游泳队还是某个运动队 提供的所有的制服或者相关的棉制用品 都没有使用来自于新疆的棉花 在这个信息里面你可以得到几个消息 第一个紧急开会 说明昨天中国Asics发的微博 的确是他们自作主张 否则如果是总部就说好的话 那不用紧急开会 其次的确是在这里面 他们感觉到中国这条微博 可能会给他们在全世界市场带来压力 可见另外一面的压力 中国的压力很大 但是另外的一面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我没有调查过Asics在中国市场规模有多大 在世界市场规模有多大 我以前为什么会穿这个鞋 是因为我一位做医生的好朋友 我当时是脚 脚上总感觉到了30 过了30以后总感觉这个腿脚不利索 脚上好像有块骨头个着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 你就最好是穿一个专业的跑鞋 如果你要跑步的话 所以我在那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面买的鞋 一直都是Asics鞋 我小上这张穿的 这是比较旧的一双Asics鞋 所以它基本上是跑鞋里面的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品牌了 而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喜欢运动一点 所以我估计他在全世界的比例 这个比例 市场比例应该是小不了 然后还透露出来什么信息呢 就是为什么他单独提到给澳大利亚的运动队 使用的产品里面没有相关的棉花 应该就是澳大利亚部门去跟他们发了质询 澳大利亚这边已经了解到中国的Asics的微博 发了个信息 那就去问他 我是你们的客户 你给我们做的东西里面有没有新疆棉花 所以他在这个声明里面单独说了 没有给澳大利亚运动队使用一点来自新疆的棉花 所以不仅仅是来自于国际市场上的压力 也来自于相应西方国家的他们的直接客户 乃至于跟政府相关的直接客户 澳大利亚游泳队好像是 这样的机构 那么同样的这种矛盾也体现在BCI BCI驻上海不是也发了一个声明吗 说BCI在中国没有发现 是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新疆棉花里面有使用奴役劳工的问题 或者使用被迫劳工的 强迫劳工的问题 然后BCI总部装聋作哑 这个也体现出来的 所有的国际机构或者国际公司驻中国的代表处也好 分公司也好 雇员都是中国人嘛 他们需要吃饭嘛 哪怕是不是为了这个市场考虑 也必须要为自己的饭碗考虑 而总公司呢 除非你打算把中国这个分公司全部裁掉了 否则你也必须要考虑来自这个中国分部的强烈的意见嘛 不然到时候人家人全跑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ASICS这个处理一里一外 这个处理的方式不一口径不一 就表现出来跨国企业在这里面的纠结 困难程度有多大 之前节目里面我们讲过 这个H&M是被拎出来的欧洲地区的一个品牌 耐克是一个美国品牌 这一次ASICS轮到一个日本品牌 所以这个将来也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企业 跨国企业都牵扯了进来 而且并不是中国政府主动说是针对这个ASICS 而是他们中国分部的员工发了这篇文章 那么可见中共在H&M这个身上 把新疆棉花的事情挑明了之后 第一个后面的事情不需要它去推动 各个企业自然会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危机处理 这个水会越来越浑 第二个 这个水会浑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会往中共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 它能不能控制住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比如说这个ASICS这个事情 中国区擅自作图 总部会爽吗 肯定不会爽 那到时候就面临一个局面 这个到底哪边说的对 有没有人需要接受的处罚 还是说干脆我就壮士断腕 把中国区给它砍掉了 甚至全部开除 重新换一拨人 或者我做好牺牲中国市场部分市场的准备 甚至全部市场准备呢 我觉得每个公司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封部小朋友不听话 这个口径跟我不一致 这个时候都需要去考虑以后整体的发展怎么办 那么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在中共看来说 中国市场蛋糕太大了 你舍不得的 这个要两面来看 第一个 ASICS这个品牌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在很多时候 尤其在一些运动发烧友跑步爱好者看来 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就是像我ASICS买跑鞋 我认准一个型号以后 基本上就一直买下去 就跟买苹果手机一样 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你如果说ASICS这个事 你硬是要它认个错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而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 你要硬要去把它打下去 让它怂的话 就算也能做成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 就跟我们澳洲的铁矿石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 昨天我们讲的NBA 你非要NBA怂 NBA怂了吗 NBA不能怂 哪边重要它还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苹果手机 你支持华为 说美国人风沙发为 我们就要抵制苹果手机 有多少果粉跟着你抵制呢 巴不得你抵制呢 这个跑鞋也是一个道理 其实在上周末我参加了Cup House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由一个俱乐部 上面有一个俱乐部 叫做一言堂 这个一不是那个一二三四的一 是一亿两亿十亿那个亿 一言堂就好像很多人大家一起来说话 这是一个辩论俱乐部 他们会每周的定期每周日 会举办这样一个辩论赛 然后正方四个 反方四个还有导师 挺像模像样的 我已经跟着后面听了好几个星期了 虽然很不巧 每一次他们办的这个时间 都在我买菜的时候 在我一边买菜 一边听着他们的辩论 挺有意思的 大家如果想报名 或者想参与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上一周他们辩论题目蹭了一个热点 就是棉花问题 这个题目是 你觉得跨国企业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你听这个题目就觉得有点偏 说老实话 反方作为反方是很难辨的 说我这个企业不应该有政治立场 不可以有政治立场 你就只能做生意 赚你的钱 这是很难辨的 事实上现场观众支持正方的比例 远远高于反方 32比7和8吧 还是有三四倍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值得讨论的 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赚钱 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主要是赚钱 不是如果不是完全是赚钱的话 是不是应该主要是赚钱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不要给企业施加过多的 在这个方面的意识形态 政治上面的要求 如果耐克想在中国赚钱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不能够逼着他在新疆棉花问题上 一定要表态呢 关于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反对西方的cancel culture 什么叫cancel culture呢 就比如说我一个企业 比如说我不支持LGBT同性恋群体 那么这个时候就大家一起抵制说 这个人竟然是不支持LGBT的 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抵制他的商品 不买他们的商品 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各种的给他搞臭 甚至删他的社交联系账号 这种我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这个方面的市场调查都显示 用户在选购一个商品的时候 对于这个商品的背后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 甚至给这些品牌代言的什么明星都要被攻击 就是通过各方面跟这个品牌有利益相关的方面进行施压 迫使他们跟这个品牌断绝关系 最后迫使这个品牌要么你就退出市场 要么你就屈膝求饶 而大多数的品牌对于类似这样的社会运动 所体现出来的最终的策略都是 你就饶了我吧 我就扶你了是吧 我就说两句违信话把你哄了算了 我是觉得这种东西一旦成为一个文化以后 会严重影响 第一个言论自由这就不用说了 因为言论自由是需要有经济依靠的 你把这个经济依靠 某一部分言论的经济依靠釜底抽薪了 你就是在打压言论自由 第二个其实也在打压这个市场的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时候 对于这个商品背后的某种 比如说做厂商 它的意思应该怎么样 这个相比的考虑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我们就说你去买根油条 你去两家油条店 你是挑好吃的买呢 还是挑老板跟你处的好的再买呢 那么大部分人都是按好吃的买嘛 不然的话我买根油条还要跟老板了解一下 我买个烧饼还要跟烧饼的老板了解一下 我买个豆浆 就没法买东西了嘛对吧 所以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是说 完全是应该按照产品的优劣 来确定市场的这个次序的 那么你现在就刻意地去扭曲这个市场规律 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惩罚优质商品 或者是至少给这些质量并不是很差的商品 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在影响这个竞争 在破坏一个正常的市场规律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公司的名声 他的公共关系本来就是应该他要考虑的一部分 我们只不过是通过这个方面去影响一下这个部分 是 没错 如果你是个个体的话 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帖子 说我不喜欢这个品牌 大家不要去买它 我觉得这也是你个人的言论自由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形成一个产业 形成一种商业模式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组织现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影响 通过经济方面去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 一旦成为一个专业的去通过这种方式去cancel的 这样一个团体 我们知道现在的西方很多年轻人就干这个 这个是他们的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文化以后 那这整个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这就有点像一个水军的公司 专门就是靠抹黑某个品牌来捧其他品牌的 然后为此不惜造谣等等 而这种公司本身它还有一个非常高尚的动机 或者说表面上的动机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碰它 这个市场长此以往 它必然就废了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问题上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企业它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行事 你都不应该这样 但是问题是在中国 这个法律这个前提 就是法律应该是一个社会整体博弈的结果 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法律只是单方面的某一个集团的 具体来说就是中共的意志的体现 它是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博弈的 从根本上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博弈的 很多人讲中国也有什么政治协商制度 还有什么信访制度等等 小区还能选业而会 我觉得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用装外宾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一些锦上添花的 顶多就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其实在对于法律根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跨国企业 你必须要跨虑如此不同的法律体系 从一个法治的国家跨到一个非法治的国家 这个时候这些跨国企业 它是不是应该有政治立场 完全取决于非法治国家 它是不是上道 在以前中共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胡闹的时候 双方还能够相安无事 取得一个实际上的平衡 但是现在中共已经在各方面 跟这些跨国企业所基于的西方社会 法治社会 走到了一个绝对的对立面 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 你可不可以有政治立场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你选择在哪一种政治立场里面存活的问题 而HMM尤其是耐克 在经过了各方面的努力 希望能够说服美活 继续把这个江湖逃到底 失败了以后 也不得不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 我相信在他们耐克发出那份声明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好了中国政府会拿这个事情说事的准备 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 而这些相对小一点的品牌 包括HMM还有Asics 可能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成熟 政治嗅觉还没有这么灵敏 所以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昨天我们还提到很多艺人 现在很多艺人 因为跟这些品牌有合作 所以紧急就停止了合作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在中国所有艺人签这个合约的时候 都要有一条 这个品牌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法律 而且我们讲过了 中国的法律就是一个单方面的盛职 换句话说就必须要跟中共的意志保持一致 而这个东西进入合同条款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本身就意味着不管是这些代言人 还是这些品牌也好 不得跟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声对立 可能很多人又要讲了 美国公司的合同也必须要合法吗 对不对 前面我们讲过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跟西方国家这个法律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这个法律就有点像前面我们讲的西方左派的cancel culture 就是说我觉得这东西是对的 它就是对的 即便法律规定它可以不是这样 也不行 你必须要跟我保持一致 否则的话我就对你群起而公之 最后来讲一下我的个人态度 前面我讲了这个 Essex的鞋子是我一直穿的 在之前说中国国内发生耐克 抵制耐克抵制H&M的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经过 Essex这么一闹 昨天我看了一下 我就想我是不是也要抵制一下 Essex 我是不是也要聚用一项新疆棉花呢 我个人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了 我还是不了 我个人还是会使用 Essex品牌 当然了今天 Essex辟谣了 这个我基本上心里就更放松一点了 但是昨天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受 Essex它的政治形态的影响 我还是会选用最优质的产品 这个是资本主义的或者自由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则 中共或者说西方的左派破坏了这个规则 并不意味着我就必须要跟他们学 表面上看你是在跟他们对着干 其实你是在跟他们学 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选用我这个XX这个品牌 不管它的政治立场如何 但是尽管这样我依然支持各位 因为你们在抵制新疆棉花问题上 是完全有道理的 有道理可循的 尤其是各位左派的朋友 我们知道左派最爱美吗 最喜欢fashion吗 这个时候是很多身在西方的左派的华人朋友 表现的时候了 就看你们了 好 对了 我前面刚刚其实买了一小双新鞋 你看 反正来也来一次拍节目 顺便买两双新鞋 怎么样 下一点 可以吧 好 那就这样 青山不改 绿水当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了 好了 别在这边 准备了 就在带着 不承试 来点赞 我 来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